佩洛西真的来了 因此让中共也欺诈了 现在呢在台湾周围大肆军演 不断的对我们威胁恫吓要来恐吓台美 但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国际事物学教授科普兰 昨天投书日经亚洲 他说呢表示比起佩洛西访台 中国其实更在意半导体供应被切断 战胜为何过去一年半来台海的紧张局势一再升温 科普兰提到离中共二十大的召开时间点越来越近 习近平想再度连任 一些人认为说尽快收复台湾是有助于巩固他的领导人地位 不过习近平对台湾态度越来越强硬 更多是因为他担心在美方阻挠之下 无法取得半导体跟相关设备 目前中国呢几乎所有的先进晶片和大部分的成熟制成晶片 都依赖台湾供应 美国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支持 并说服台阶电等厂商要来分散生产 到美日来设厂 也让北京市越来越焦虑 关键原件工艺如果被他国掌握 会使经济跟科技的发展受阻碍 导致中国他们的地缘战略实力大幅的税弱 这让中国向军国主义靠拢 发动战争的动机持续升高 但中国现在自己的经济问题也很大条 不止房市深陷烂尾楼风暴 狂撒钱扶持的半导体项目也烂尾不断 最近还称出习近平突然关心起国家数千亿投资怎么没下文 导致这个半导体业的大佬纷纷落马 成了中国晶片大药金失败的祭品 大名鼎鼎的紫光集团前董作赵伟国曾经狂言说 要买下台积电和联发科 但去中被官方带走调查之后 到现在还失联 还有陆军2014年中国成立专门扶植半导体业的大基金之后 他一直作为是大基金的管理人滑行投资的高层 也应涉嫌违法违纪被抓 另外几位都曾经是中国之地打造半导体国家队的重要人物 现在也都相继遭到调查 现在美方频频出招 拉拢台日韩做半导体同盟 甚至还准备扩大对中国的半导设备出口禁令 但是中共内部还是追究 大撒币确服不起半导体业的责任归属 中国在十四五的计划当中 是把半导体自己自足列为目标 但是各地投入大把资金 却只造就许多千亿人民币烂尾项目 这当中包括挖角了台积电老将蒋上亿的武汉红星 那么蒋上亿离开武汉红星之后 他形容那段经历是噩梦一场 现在在中国的在国际上够分量的半导体业者 剩下中芯国际 那么中芯最近才爆出 他已经开始出货7奈米晶片 被质疑是抄袭台积电 但外界研判 即使中芯跨入先进制程 但是没有UV设备可以用 7奈米制程的良率恐怕远不及台积电 成本也格外高昂 在整个晶片制造当中 设备非常重要了 所以美中晶片大战除了台积电 荷兰的半导体设备商 艾斯莫 也是美国的一颗关键旗子 为了整顿中国半导体的发展后路 美国同时向荷兰政府和 艾斯莫尔公司施压 停止向中国出售 制造晶片所需的设备 这是非常关键的光科技 那么限制的不只是 先进制程设备在用的UV 就连旧款成熟制程设备 要用的DUV也不准卖 美国这一招对中国半导体发展 可以说是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而这家公司为什么这么重要 带你一起来凑视这家企业 不管是电脑或是手机 如今你我日常生活都少不了一颗小小的晶片 而一颗效能优秀的晶片 除了得靠尽量的设计及制造之外 更得仰赖尖端半导体设备 目前全球只有三家公司 拥有半导体先进制程 那就是台积电 三星 以及英特尔 而有能力制造顶尖设备的厂商 更是只有艾斯莫尔一家 艾斯莫尔成立于1984年 原先由跟台积电 有历史渊源的荷兰百年老店菲利浦 以及另一家荷兰公司ASM 共同合资成立 尽管现在已经是半导体设备龙头 但一开始艾斯莫尔 其实并不受到重视 原本的办公室更直接搭建在 菲利浦总部外面 我们很坏 而且因为菲利浦总部的问题 那么大问题 没有人看过这些小的衣服 在那里 在那里做什么狠狠的 所以他们就失败了我们 当时的艾斯莫尔 只能靠着有限的资源进行研发工作 尽管如此 艾斯莫尔还是交出亮眼的成绩单 成立的第一年就推出第一台设备 在产品取得成功后 艾斯莫尔在1995年公开上市 之后又透过收购关键供应商 重大营运版图 曝光机利用的微影技术 最先由美国军方所研发 1980年代以前 全球主要的微影技术公司 都来自美国 然而从技术较成熟的 DUV深子外线微影制程 跨到先进的 EUV极子外光微影制程时 多数厂商却因为风险过高 而不愿投入 但艾斯莫尔却相当执着 EUV设备是制造7奈米级以下芯片 不可或缺的一环 如今地表上已经没有其他厂商 能追上艾斯莫尔的设备技术 然而EUV设备的研发 极度耗费资金 因此艾斯莫尔也不得不仰赖台积电 英特尔 三星等重要客户 作为投资人 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客户 像我们的服务员 这些似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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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说是比较比较比较 因为你不能妨认 另一边EUV设备价格高昂 只有少数晶片制造商 有能力负担 这也导致了晶片制造商之间的 实力差距越来越大 这肯定是会准备了 很多的游戏者 从那市场上 我们看到国家的建筑 5年后或多 说他们不会接触7nm的芯片 虽然艾斯莫在半导体设备上 全球领先 但零件却高度仰赖美国供应商 因此先进设备出口 也得遵守美国禁令 43-42国家 在世界上 都认为 放入货币控制的 因为它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不是我们的选 这是政府的选 半导体产业链 复杂的共生关系 让市场上只有少数业者 能成为业界顶尖 一旦落后 就很难追上对手 而美中科技站下 拿不到关键设备 更是成了中国半导体制造的 一大痛点 金新闻 陈云廷 姚旭帆报导 未经许多金新闻 意欺者